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如此灭亡 当耶稣正在跟门徒教训的时候 并且提醒大家 我就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了 所以要赶快分辨这是一个最后关键的时刻了 不要再拒绝福音 也不要再假冒为善 不承认自己生命罪恶的光景 要赶快竭力的来面对我的福音 不然到时候官府会向你追讨你所欠的每一份的罪债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人 他们的态度动机是要自表自己为义 然后认为比其他人为义 有的人比他不圣洁 什么意思呢 很可能那时候就有一些从北边 加利利往这个南边 要去耶路撒冷过余夜节的人 他们可能在圣殿献祭的时候 不知道制造什么样的动乱 所以呢 比拉多就是寻抚比拉多 就派军队把他们杀了 就他们的血就流出来了 所以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指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就说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就是罪有应得很邪恶 所以神特别让他们被杀 就是说他是来献祭反而还被杀 那代表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不然怎么会在被献祭的时候 神不保护他他还会被杀 耶稣说 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 再次提醒这些群众 因为他们永远只看到别人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得罪神 却从来不去检讨和接受圣灵的光照 知道自己的生命其实是亏欠神很多 第四节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之前在西罗亚池附近有一座建筑物 他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 耶稣说 这些人也没有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罪恶 神若纠察罪孽起来 你们也都会灭亡 因此今天这个部分的经文提醒我们 很多人他看起来是被公义审判 不是因为我们比他有义 实在是因为神还没有纠察我们的罪孽 神若纠察我们的罪孽 我们跟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 因此不要自以为义 反而要接受圣灵的光照 在主人面前诚实悔改 第六节 于是耶稣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 摘种在葡萄园里 其实那时候的葡萄园里面 除了种葡萄之外 都还会种其他的一些果树 这边就说有一棵无花果树 是种在葡萄园里 其实不论是无花果树 还是葡萄树 在旧约圣经里面 常常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百姓 然后呢 这一个人 这个主人 他就来到树前 无花果树前 要找果子 却找不着 他就对管园子的管家说 看啊 我这三年来 都来到这无花果树的面前 要找有没有果子 这三年 竟都找不着 把他砍了吧 何必让他摆占地土呢 管园的说 主啊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 加上粪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 不然再把他砍了 耶稣将他靠近耶路撒冷 他再一次的提醒 以色列百姓 如果继续拒绝神的救恩 那你们就是白占地土 上帝对你们容忍已经太久了 你们如果继续在神面前刚硬不悔改 神就要把你们砍了 这个信息之前 施洗约翰也讲过 然后呢 代表说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拒绝救恩 这救恩将临到外邦人 路加福音不断地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 之前耶稣在拿撒勒会堂 讲道的时候 看见拿撒勒的乡亲 心硬不肯悔改 他也是讲一样的比喻 他说以前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 因为以色列本国人对神刚硬不悔改 神就把医治的工作跟捷径大麻风的工作 还有这个使人不饿死的工作 都施行在愿意悔改的外邦人身上 所以耶稣在这边再一次举一样的例子 但是有一个管原子的管家 他恳求主再给这一棵不结果子的五花果树 一年的机会 他想办法施肥 救救看他有没有救 代表怎么样 耶稣仍然在归劝以色列百姓 上帝愿意怜悯你们 你们赶快悔改 第十节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过这个女人来 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 她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于神 耶稣再一次在安息日医治 那个一个十八年 腰都挺不直的一个妇女 那她会这样是因为鬼所造成的 那很显然耶稣在安息日做医治的工作 法利赛人或是其他宗教人士 一定很气氛要起来抗议的 果然十四节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 有六日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治 在安息日却不可 管会堂的人认为怎么样 耶稣是故意来找茬 因为你明明可以 时间还很多啊 你可以在非安息日医治那个女人的疾病 把她的鬼赶走 你为什么故意要挑战安息日 然后来做这个这样的事情 你今天不医她她也不会死啊 你不能明天再医她吗 你是故意挑战守安息日的问题 十五节主耶稣却说 假骂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 不解开槽上的牛驴 牵去饮水吗 况且这个女人 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衣 被撒旦捆绑的这十八年 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话 她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因她所行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我们看见有两种强烈的对比 就是那个被医治的人 以及她周遭的亲朋好友 为她感到欢喜快乐 把荣耀归给神 但另外一边却是宗教的领袖 管会堂这些人 他们却气纷纷认为 耶稣不遵守安息日的规则 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治一个人的病呢 耶稣就说你们很假冒为善 你们的这个拉比有为你们解说 说在安息日是可以解开这个朝上的牛羊 牵他们去喝水 那既然连牛羊在安息日都可以去喝水 更何况这个人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比牛羊还尊贵 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被捆绑了 一捆绑就捆绑了十八年 而且是被撒旦捆绑 你安息日可以把牛羊的捆绑解开 让他们去喝水 却不允许这个女人 而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你们的同胞 是神所爱的人 你却不允许他在安息日被解开捆绑 而且是解开被撒旦的捆绑 他已经被捆绑十八年了 你却不允许他被解开得自由 因此听见这话的敌人都惭愧了 说不出话来 耶稣再一次提醒 安息日真正的意思 不是说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要做 安息日真正的意思 就是你做不到的 你就放手让神来做吧 安息日正是神他大能的手 要施行医治拯救赦免大好的日子 十八节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什么呢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棵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就树在他的枝子上 耶稣就会讲 那什么是神国呢 因为看来就是 有关于神国的道理 大部分的群众都不愿意接受 不能接受 因此耶稣说 神国像什么 一开始看起来为不足道 大家并不重视他 芥菜种是以色列那个地方 最小的一种种子 但是呢 他被拿去栽种在园子里 长大起来之后 他会变成 这个非常高大的一个植物 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停歇 在他的枝头上 因此耶稣主要是讲说 神国的道理 现在你们听起来 你们觉得尾不足道 没有分量 但是当整个神国 他发展起来了 神国的道 越多的彰显他的 救恩的荣耀跟能力的时候 那时候 连飞鸟都可以在他上面休息 因此不要小看神国的道 二十节 他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神国呢 好像面酵 有妇人拿来 藏在山斗面里 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 要做面包 就要揉这个面团 但是最重要是要加入这个面酵 酵母菌 好让他怎么样 他可以发酵 就可以膨胀 然后呢就做成这些面包 山斗面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一斗就是七公斤 山斗是二十一公斤的面团 二十一公斤的面团 非常重 让他在发酵 膨胀的更大 你就知道他可以做多少的面包 喂饱多少人 他的意思是说 神国很像是那个小小的面酵 当他整个发起来的时候 他会影响整个接受的百姓 整个变成非常庞大的一团 可以喂饱很多人 其实这边两个意思都是在指 现在耶稣讲这些神国的道理 你们都觉得他不起眼 没有价值 但是当神国的真理 开始扎根在人的生命里面 扎根在地上接受他的族群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迅速的发展 到后来产生爆炸性的力量 影响全团 让全团都被他改变命运 改变方向 因此不要小看神国的道理 应该谦卑地接受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是不要自以为义 当我们看见 有一些人 神正在管教他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 因为只是 神还没有 纠查我们的罪孽 我们隐藏的罪恶 还没有被别人知道而已 恳求主 让我们看见 当有人被神管教的时候 我们也赶快来警戒自己 让我们的心 回转归到主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神国的道理 很像稀松平常 但是当我们愿意 领受神国的真理的时候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 以及在群体当中 所要产生的爆炸力 是非常惊人的 会影响全体 会影响整团的命运和结局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